记者刘冰全南投报道,选举逼近,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检视。 南投县主山镇长黄丹一位于任公所的办公室, 本月一日传出办公桌强化玻璃破裂,桌上电话,电脑键盘散落,疑似遭人砸, 警方连日调查人员出入与案发时间,初步排除人为破坏, 研判起因近期日夜温差大,热账冷缩导致玻璃自暴,并非外赚了选举暴力。 竹山警方表示,案发现场镇长办公室,其门,创军未损,义无强行侵入迹象, 且清点办公室内财务也未遭窃,经调与监视器画面, 期间出工作三名员工曾短暂进入镇长室,就未有人员进出, 在进行现场模拟时,比对人员进出时间, 确认三人都来不及破坏桌上的强化玻璃。 此外,相关人员进出镇长室, 仅止于会客室,并未进到办公室, 因而排除人为破坏。 警方说,之后也伤情有40年玻璃工程经验的陈姓师傅了解, 研判是强化玻璃因日夜温差大,热涨冷缩, 才造成字体暴力,并非外力因素造成, 厘清事件起因后,也排除暴力介入选举情势。